好,测验题库 当你想用新北市医学院来做测验的时候 第一个,当然你必须是这一门课的老师 你必须启动编辑模式 在我们的课程里面 有所谓的题库 你有了题库才能出考卷 这是它的规则 所以你必须先要有题库 提库在系统管理里面的题库 那你可以这样建立各种不一样的题目 那新北市医学院提供了这么多样式的测验题库 不过,在model里面 你出一个,我们以选择题来说好了 是有点小麻烦的 我们出选择题 选这个,往后,往下走 你会看到 它提供的很多很多的栏位 你都必须填完 你必须填完才会有 那这些栏位是让很多人很头痛的办 很头痛的问题 有没有更方便的可以出 来做一个提库的建立呢 那感谢我们团队正宜老师 他已经写完一个提库的汇入系统 老师你只要用最简单的方式 就可以来产生我们的提库 那做法很简单 你的考卷如果是 那我们的规定是 那我们的规定是 题号里面,括号里面要有标准答案 然后接下来是试题 选项你可以用括号1 也可以用圆圈的 这两个都接受 那你有没有提号 没有关系 不过只能用半型的数字来当提号 像我这个提库是没有提号的 就一提一提 那每一提一个enter 每一提一个段落 这样子就可以 系统就可以帮你处理 提库的汇入这个动作 假设我们现在这个是DOC 你要做的动作是 党案另存新档 请你存成标准的TXT档 标准的文字档 挥到座面存起来 我这已经是标准TXT档 使用文字格式 不要带任何的 不要带任何的符号 那我们来看汇入 在这里我们选择题库 我们选择汇入 这边有汇入 那我们这里选择一个TXT Format这个格式 选择一个档 我们上传把这一个TXT档 好传上来 好上传了这边会有一个提查提查 按汇入 好如果他是出现这样一提一提过来 那就表示汇入成功了 如果汇入不成功 他会直接告诉你汇入不成功 好这样按继续 好这样子你就有很快速的 就会有很多很多道题目 如果你还要修改题目在这里 边修这一提 请问三角形右边旋转的几度 假设这一提你要修改 选这里 你会发现我们很贴心的帮你汇入了 题目还有一些很多很多的栏位都帮你做了 那你要修改就进去里面去修改 好这样子可以方便你很快速的完成题库 有了题库你才可以出考卷 好这是题库的汇入 那建议可以采用 试着采用这个方式 不过目前只能做到选择题 好是非题还在开发中